发财也难也不难 但是你必须有魄力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敢孤注一次 举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之前买了一个仓库 那个还是他赵母良逼着他买的 然后呢他赵母良说只有一半钱 让他出另外一半钱 然后他没钱没办法 东凑七凑最后还是不够 后来还剩一万块钱 结果把自己车卖了 终于凑过这一万把那个仓库买了 我的例子也一样 第一次我去投资一个房子 做装修转手倒卖的时候 也是钱不够 也是东凑西凑 终于才凑到足够的钱 另一个例子 我买红冬房社区的时候 本来是想把房子自己贷款净值拿出来买 结果呢卖主等不及了 那我没办法 我只好去找高利贷 把钱借出来以后 把红冬房社区买到手 然后把房子借出来的钱 再把高利贷给还了 很多穷人总是抱怨自己没有机会 你不是没有机会 只是同样的机会在你面前 你没有 小红书 那么小红书 Evil